玉里正名代表徐慧珠定期大会向他指出 玉里正名广场周边改建设施人行道工程进度落后 并针对这项工程还有两座良庭必要性提出质疑 他表示这不符合正名的需求也破坏到生态 他希望公所要善用一千多万元的案子必须符合正名的需求 住在玉里正名广场都会有不少民众过去散步以及遛狗 是一个当地休闲的好去处 不过玉里正名代表徐慧珠在定期大会上指出 玉里正名广场周边改变设施人行道工程进度还算是落后 并且针对这项工程还有两座的良庭必要性提出了质疑 表示这不符合正名需求而且也破坏到了生态 希望公所要善用一千多万元的案子必须要符合正名需求 远远看它不像良庭 你所谓的良庭就是遮阳可是它既然建立在这个大树底下 连一点阳光都透不到我反而到感觉像是一个遮雨棚 遮雨棚 那我觉得它这个地挖那么深 我小时候就在那边读书 我觉得那个树对我来讲至少有超过六十年 它这样挖然后再加水泥下去会不会破坏到那个树 我觉得说一个建设要做我们有没有去用心 我只好是没有办法更改了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后续将来正公所怎么去管养这个两座良庭 玉里正公所回应 公园的两座工程主要设计是遮雨棚 徐政外县长也多次来到玉里会刊与地方陈良的民众聊天 希望能够有遮风避雨之处 来到玉里也在步道走的时候 请听了在那边坐着的陈良的我们的乡亲 那么他们有提到说这个没有赶快坐 那个路啊 补完这一个洞线那一个洞 补完这个洞掉那一个坑 然后再来就是也有提到 希望有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 因为他们有些时候下个小椅在那边再乘两 没有一个这个这一层 我想那个不叫两椅 它是这一层 代表徐玉珠也继续问到未来管理问题 公文俊回应表示 玉里14个公园几乎都是由正公所来负责 不过会在于地方发展协会来协调 是否有他们管养这部分还会继续讨论 记者高双双玉里阵采访报道